立法院在昨天是会期当中的最后一天 已经通过一项决议案了 正式要邀请总统赖清德进到国会报告 并且要求新政院立刻解除附路的禁团令 不要再继续惩罚旅游业者还有老百姓 两岸僵局立愿会期最后一天通过决议 正式邀请赖总统到国会报告 以及要求政院立即解除附路禁团令 你今天没有办法开创我们的观光人口 你结果去惩罚我们的旅游业者 惩罚台湾人民 违反宪法的迁徙自由 跟他讲说不准主谈去大陆 这叫做什么样的民进党 荒谬 你说依照宣伐 你要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并且来打算 结果 参情三名 立法院会期的最后一天三读修正证券交易法 明定上市上柜公司只要有赚钱 必须在张承明定就提拨比例 帮员工加薪或分红 这些企业如果有加薪的话 他们就可以得以减税 提高我们上市柜公司 对于劳工朋友 对于加薪的一个诱因 这条法律的修正 其实对于员工的分红的法制化 是有一定的帮助 对于员工的年度收入 也可以获得的相对的保障 此外照诟病的NCC万年委员条款 也照废除 立法院修正NCC组织法 NCC新委员名单如果没有审核完毕 旧的委员不可以再继续做下去 新委员名单有没有出炉前 都不该成为万年委员 出现的原因在这里 今天民进党让陈耀祥 继续当主委 每次都提出一些 你绝对无法接受的人选 在立法院被否决之后 反正我随便你立法院否决 陈耀祥继续留任 一个变相的万年委员的 一个法条继续存在 现在的执政党 对我们的媒体 他要这样的一个政治干预的黑手 仍然不愿意放弃 这一档过半的新国会 第一会期就交出 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陈其丹 根据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立法院通过了决议 按照了国会改革三读通过的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第十五条之二的规定 新法已经邀请总统赖清德 要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了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是总统府方面做出的回应 发言人郭亚惠有说 关于立法院三读通过的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宪法法庭已经在七月十号 召开过准备程序 目前释线案及暂时处分案 都正由宪法法庭审理当中 因此总统府方面呼吁 为了尊重宪法的严肃性 在宪法法庭裁判之前 任何的宪政机关 都不宜采取行动 好当然我们来看到 立法院已经是 本会期延会的最后一天了 当然立法院的方面 从上周五就开始进行了 法案清仓 同时在昨天也速度上演了 表决大战 最终胜利是在晚间的 11点50分划下句点 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本届是三党不过半 几乎有一半是新进的立委 因此难免会发生碰撞跟磨合 但是也有温暖团结合作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 朝野当然在立法院 会期的最后一天 没有共识 上演的是表决大战 回顾整个第一会 企业立法院朝野不断上列 激烈的肢体冲突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中天 CTI Plus中天二台的节目当中 一起battle 特别完整整理出来 甚至还点出 接下来国会战场外 可能会延伸出民进党 发动的罢免行动 你会不会觉得谢国兰应该硬起来了 一定要硬起来了 所以你是国粱 还是动粱 还是断粱 就只插在这一柱了 一个不小心就拆粱了 对啊 不是 对没有错 拆粱成就变断粱了 所以你到底是国粱 动粱还是断粱 那你只有当成国之动粱 你才会变成国粱 变成你变国之断粱 那你就没了 林佑昌也知道 里面超名这一大堆 所以很有可能你知道吗 如果这否下去 可能两万份没有了 两万份没有就没过门槛了 就没过门槛了 所以可能就胎死腹中 那这样的伤害很大 这样的伤害很大 你知道这个伤害多大吗 七鸟飞不起来 七鸟飞不起来 那我问你 赖清德交办的任务 不就完蛋了吗 就给一给了 就拘了 直接再见了 现阶段其实对于林佑昌来讲 头下没在笑 就是如果我不能让 霸梁进入第二阶段 进入第三阶段 对能量如果不能延续 街头没有办法起来的话 那七鸟就会断粱 对 就七鸟就变没人鸟 一旦变成没人鸟 要再聚集就困难 所以现阶段 其实他们的作战目标 是在这边 所以我才讲 谢国狼的倒下 是蓝白毁灭的开始 但如果谢国狼的挺住 是民进党内乱的开始 立法院会三读修改了NCC组织法第四条的条文 规定NCC的委员改为任满得连任 一次已连任者不得再任 国民党立委叶元智就说了 原本的法规保障就有的NCC委员可以不断的延任 做的不好 竟然还可以继续做 真的是蛮奇怪的事情 好 当然NCC委员连任 延任的万年条款被删了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时报 在今天所做的新闻分析 特别提到了 等同宣布本届的委员 7月底届满之后 NCC就正式瘫痪了 当然NCC近年来引发众怒 国民党呢 是以此窒息式疗法 掐住NCC的喉舌 可谓大快人心 好 但是NCC有多坏 就代表它有多好用 难保有朝一日 如果绿营重新拿回国会多数 那么照常可以让NCC起死回生 好 终究还是应该要废掉 NCC这个言论东厂才是正道 当然呢 针对这个中天赴台案冲了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到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等人提出的 卫星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包括以新闻频道为主的 卫星广播电视事业执照期限为永久 另外呢 有效力宿集既往 是用征送当中的案件等等的规定 民进党团提出了复议 但是最后在立法院会做了表决 复议案不通过 本案复委审查 好 接下来还要来看到 瑞云方面这回为了反国会改革 提了视线 同时还不断引用大法官邮博 想开枪在野党的话 质疑在野党对于反质询的定义不够明确 当然呢 有很多网友立刻挖出了过去民进党的大官们 被质询的画面 苏贞昌等人动辄标骂立委 甚至还直接问候立委的家人 当然网友也火大质疑 法官拿反质询做文章 是在帮瑞云护航作囚 只想要终止国会改革法 反国会改革法 六云提示线 对于宪法法庭提暂时处分 六云似乎信心满满 因为他们不断引用大法官邮博 想呛在野党到底什么是反质询 定义不明确 网友火大狂先案例 痛骂这反质询就是官员回答不出问题 还问候别人爹娘 像是过去讲外案问政府能否承诺不跳电 但被问候阿公全家 政府院面承诺 同你主户说要缓攻大陆 到现在还没缓攻大陆 你老祖父的承诺 我还去当两年兵 立委问你基本工资 结果大关问候你妈妈 台湾的名字 他就用这样像这样的方式 你妈妈的执行都没有像你这样的 什么是反质询 当官员被质疑不积极 竟然标出三字经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还有官员答不出立委的提问 就暴走开窍 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可以告我藐视国会 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 网友也打算这种动辄标出话 问候别人蝶鸟的官员 不叫反执询 什么叫反执询 法官是要被问候一下 才知道什么叫反执询吗 侮辱国会电堂背后的本职 就是在回避监督 这难道不就是反执行非常典型的教材吗 我想是对于过往的事实 视而不见 他已经被视为是执政党的打手之一 清律民调也显示 白信对公务人员评价 排第一的是警察喜欢的比讨厌的多47% 一般行政人员10.4% 但法官的净好感度 竟然是负数最后一名 网友嘲讽 难道是大家都认为民进党掌控司法 司法是为政治服务 一个这么尊贵的位置 被你们做成这样 趴在民进党身上 然后在七届法令 国人都知道了 当不少法官被人唾弃 大法官们是否会继续勇往直前护航民进党 让绿云视线临背级 很快就有答案 即使张正明 曹廷涵采访不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国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 朝野的交锋战场已经转而向视线了 这个是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民调显示 如果宪法法庭最后做出了 立法院职权新法违宪的判决 那么在这个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当中 有4成9大致能够接受 3成3是不能够接受的 另外有4成2的民众 对于大法官的独立自主性是有信心 不过有5成的人没有信心 好 对此前例我林卓水就感叹了 如果大法官宣布国会改革案违宪的话 能够接受的民众居然是不过半 更糟糕的是对大法官的公平性 民众评价如此真的是蛮让人担心的 因此他也直言了 历史正在考验大法官 他也祈祷大法官能够通过这项考验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